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已經推導完畢了 然後另外也做了一些實驗給大家看 所以我最後 因為我想你們這個心血 所以有時候還是搞不太清楚 所以我現在還是把它稍微整理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這個大概回頭 你只要看老師現在整理的這部分 大家就很夠了 我們要討論一個東西 到底它是亮的還是暗的 最基本的就是像這樣子 首先是你對這個圖樣要有基本概念 我上課的時候有跟大家講過 這個遐縫其實是靠的很近 但是因為我們在繪圖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靠的非常非常的近 再來這個是屏幕 這是屏幕 你這個圖 來這是中央線 好 那我現在討論屏幕上面任何一點P 那這兩個遐縫就視為兩個光源 S1 S2 那P點的位置的話 來這就是第一個用θ來敘述 第二個就是它跟中央線的距離Y來描述 然後來這裡是L 所以我們要來討論P到底是亮還是暗 請同學注意一下 全部都從光層X出發 那光層X的話是ΔL ΔL的話就是PS1-PS2 當然是取絕對值 那這時候注意一下 這個值呢 它其實就是Nλ 跟N-1λ 那這時候N我們最開始的時候先寫一下 來這邊 好來這個是量 來這個是暗 請問這個Nλ 它就是建設性干涉 N-1λ 它就是破壞性干涉 所以是暗文 好請問一下 這需不需要條件 我說1點到兩個想要放的光層X是這樣子的時候 來它就是亮文跟暗文 請問需不需要條件 需要什麼條件 我說來這一點P點來到S1 S2來對不對 我們就是看到光層X 那什麼是光層X 來再畫一次給你看 來如果你忘記的話 來所謂光層X指的就是這樣子 來這是PS1 再來這是PS2 好這就跟水波草一樣 來我想要看一點是負點還是節點的時候 來看它的光層X來告訴我 來這需不需要什麼條件 好 欸 怎麼沒聲音 肚子餓了 來告訴我一下 來請問一下 來我說光層X是PS1.PS2 等於NLine吧 這樣喔 來看要不要什麼條件 嗯 想不出來 為什麼需要L遠大於D 因為你們還沒有念書 你真的搞不太清楚 所以我知道你要知道 什麼時候條件用在什麼地方 來你覺得需要L遠大於D嗎 L遠大於D是用在什麼地方 來這兩條線 後來可以四圍幾乎怎樣 請問一下我現在這個地方 我就說是這兩個的X是等於這樣子 你覺得需要什麼條件嗎 這就是基本定義這為什麼需要條件 你在講水波的負點節點的時候 來請問一下 我們就是討論波層X嗎 那現在是光波叫光層X嗎 請問一下這樣子寫 來還需要條件嗎 我要跟你講 來這是最精準最正確的 當你什麼都 後面有一些東西 有時候不能用的時候 來這個永遠都可以用 好 再來 光層X什麼時候可以寫成Dsign Theta 來光層X什麼時候可以寫Dsign Theta 來條件是什麼 L遠大於Dsign Theta 這時候這兩道光 視為平行光 是不是還可以這樣寫 好 所以一樣 這邊就會等於說 它等於 乖乖 來這邊等於 N lambda 還有N-1 lambda 好 Sign Theta的位置 是在 d分之Lambda的N倍 跟d分之Lambda的N-1 跟d分之Lambda的N-2 好 那至於亮暗的地方 我就不用了 就不去寫它了 就是亮暗自己不去寫它 對不起我重開一下 因為我寫起來怪怪的 它怎麼會有筆劃的 好 好 再來 請問一下光層X 來 什麼情況之下 又可以寫成Dsign Theta 來上面才寫Dsign Theta 來為什麼可以寫Dsign Theta 好 這時候很顯然是因為 D遠大於大 還是什麼 Lambda 所以Theta非常的怎樣 小 好 我現在要用另外一個方式推導出來 來 這個東西等於N lambda 然後N-1 lambda 不知道 可是Tengen Theta 來 大家看一下 上面的圖Tengen Theta就是什麼東西 哈囉 來在這圖裡面Tengen Theta就是什麼 哈囉 來在這個圖裡面Tengen Theta就等於 在三角形裡面啊 來是什麼 在三角形裡面啊 L分之 哈囉 是不是 來我們剛剛是用別的方式推導 意思是一樣 所以來Tengen Theta的地方 如果你用L分之Y 這個是沒問題的喔 好 於是你就可以推導出來 Y 怎樣 那沒有問題 來 對不起 我現在直接跳過去了 來 這裡是D 這裡是Y 這邊是L 所以我現在要把這個L跟D 纏過去 L跟D把它移向過去 所以來就會得到 我們剛剛推導出來的 N Delta Y 還有N-1 Delta Y 好 那Delta Y是什麼呢 來Delta Y就是剛剛講的 D分之L lambda 好 這個是最後我們常常用到來處理的 可是實際上 它所需要的條件最多 它所需要的條件最多 好 Size Theta 好 也是有時候會用來處理的 那它只需要L 遠大於大於D 他們的差異在那邊 所以當你今天在使用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一下 有時候可以用 有時候不能用 好 那再來 我要再畫一個圖 那那個圖大概你如果可以把那個圖 那個深深的印在你的腦海裡面 大概你的干涉什麼東西都已經弄得一清二楚 連公式也會在上面 好 我們要畫一個所謂的強度圖 來請問到這邊好了嗎 這些沒有什麼 這不是新的 只是我把我 上個禮拜講到 剛剛那個捷克 因為講那麼多捷克 最後就是這些東西而已 好 接下來我要畫一個圖 這個圖叫做它的強度分布圖 好 如果 我現在先把屏幕畫出來 如果說這是我們的屏幕 奇怪 搞什麼 點了他就是 好 不太乖 不太乖就重來一次 好 好 希望乖一點 好來現在 奇怪 發生什麼事情 剛剛才在 好 好 如果這個是我們的屏幕 好 也就是它是我們的Y軸 那再來 所以來他領的地方 就是他的中央線 這邊 這是他中央線 好 來這是中 中央線 好 那我這中央線這個Y軸 我現在要來把亮紋的強度 畫出來 對不起喔 這個有關亮紋的強度 我們並沒有辦法在高中的課程上面 推導給你看 但是我就是用畫給你看 那既然這個屏幕是Y軸 那我們剛剛可以看得出來 來 這個地方 當你是DeltaY的一倍的時候 是第一亮紋 兩倍第二亮紋對不對 三倍 整數倍就是亮紋位置 所以我屏幕可以用DeltaY來做刻度 屏幕上面用DeltaY 就是上一個畫 好 所以一樣 來如果我在這邊 來這裡是1 好 再來這邊是2 再來這邊是3 再來這邊是4 好 一樣左右對稱 那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就不用去畫他 不要去 不要寫負的 好這邊是4 好按的地方 我們也寫一下 來這邊是1 2分之1 來這邊是2分之3 來這邊2分之5 再來是2分之7 好 對不起你們看是不是會覺得很奇怪 好像在寫什麼 這會有那個細細的 好像草寫那種字連在一起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好 好 那他的那個量代是這樣 他的量代分佈圖在理論上面畫出來 會是像老師現在要畫的 有點像那個正顯函數 好 那這些地方是很明確是暗的 然後這也是亮的 那亮度是在正中央 就是1倍2倍3倍地方最亮 所以來會像這樣子 來這樣 這是亮度的強度的分佈圖 拜託 好恐怖 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等一下知道我在畫什麼吧 你不要管那些虛虛的地方 他發生什麼事情 好來再來 來 哪邊 什麼壞掉 這電腦有時候就是莫名其妙 不知道他有什麼 哪邊不高興 他買包乖乖我想起來了 資訊中心是不是都會有那個 你有沒有看過他有沒有帶乖乖 下次帶乖乖來 量文強度 對不起 這理論上來這邊應該畫一樣高 應該要畫一樣高 但是我剛說這是我沒有辦法跟你講的 我只能跟你講說結果是這樣 所以來現在得到的第一個 第一個結論 就是 請問一下 我們看到來量貸的寬度是一樣還是不一樣 一樣 來從這個圖裡面我們知道 來不管你今天是第一量貸 第二量貸也好 來所有量貸的寬度 來都是delta y 都一樣 第二個 要超要快一點喔 第二個是量貸的強度 來請問量貸強度 來是都一樣還是不一樣 來看老師像畫出來這個圖來告訴我 來量貸強度怎樣 是不是也是一樣 我說對不起我沒有辦法推倒 但是我只能跟你講結論 所以來量貸 好 好 這個 這個 好 但這個圖不是只有這樣 如果只有這樣的話 他就不是特別厲害了 來對不起剛剛忘了講 來這個y要乘以delta y 來這邊要乘以delta y 來這邊要乘以delta y 來5號 來這是第幾怎麼聞 來發生位置在幾個丟塔歪 答案不是在上去嗎 多少 23號 23丟塔歪 來12號 第幾怎麼聞 第2什麼 大聲一點 來發生在哪裡 幾個丟塔歪 是不是有2個丟塔歪 來23號 來請問一下這是第幾怎麼聞 然後發生在哪裡 是不是在這個丟塔歪 好再來34號 這是什麼在哪裡 第三案文發生在 事報跟註在台灣 好所以從這個註是不是很容易讀 好再來 好再來 再繼續考囉 來40號 好可以告訴我 來這是第幾怎麼聞 第幾 第三亮文 來他的光層差是多少 好 蛤 他的光層差 來第三亮文的光層差 看你不問吧不知道啊 你辦一下等一下再考你 來4號 來請問這是第幾什麼文 第2號文 來他的光層差 光層差 最基本的 來忘記了 怎麼會不知道 來趕快翻 來10號40號 等一下記起來 來20號 20號 來這是第幾什麼文 對不起 你要大聲一點 你在那邊我叫不到 來怎麼 第 第 第1號文 奇怪圖畫這麼清楚 我還不知道這是第幾種 第1號文 來光層差 蛤 還不知道 來4號 知道了嗎 來這是第幾什麼文 來光層差 蛤 來請問一下光層差 來大家一起圍牢多少 來40號 來請問一下這是第幾什麼文 來光層差 來光層差 你們難道沒有發現什麼 特別的地方嗎 來一起圍牢 這是第幾什麼文 第幾什麼文 第幾什麼文 第3兩 光層差 這是第2 第3案文 第3案文 光層差 第5文 第2兩文 第2兩文 光層差 2案 這是 光層差 光層差 零 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跟這個數字是不一樣 只是改成多少 也就是這個韓軸 我們可以改另外一個意思 因為韓軸的例本是我們任意改的 如果你考慮的是Y的話 那它只是位子 如果你把它變成 來讀起 曝尼把它變成 kali CN 然後,這就是光層差 正常了耶 他剛剛覺得他需要休息 他說是不是 好 那什麼是光層差 如果你還是搞不清楚的話 我把圖畫給你看 來alay changes 這就是我們的霞磅 來 這是 霞磅 我這個圖跟我平常畫的圖轉了90度OK嗎 我平常小鳳在左邊 屏幕在右邊 現在小鳳在下面 屏幕在上面 所以我們剛剛跟大家講的 來 什麼是光層差 光層差指的就是 這上面的任何一點 來 它跟S1 跟這個 來 這裡是S2 來 這兩條紫色線的差叫做光層差 我現在把所有的講的資訊都放在這邊 所以這個圖的好處就是 你的刻度只要用一個 都一模一樣 但是當你成立不同東西的時候 來是不是就代表不同的東西 那剛剛我太清楚 你為什麼那個亮暗還要考慮 來 租的地方是不是就是亮的地方 那這就是暗的地方啊 而且老實在特有用紅色黑色寫給你看 好 再來我現在在預告 我還要再問一個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 表示一個點 拿來是亮的 它是亮的按鈕號出的Y之外 最早的時候 其實我們問的是Sign C 你如果忘記Sign C 像長白翻 好 來 八號 來 可不可以告訴我 來 這是第幾什麼紋 第二紋 請問一下Sign C 是多少 什麼 二什麼 二浪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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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問的是什麼 我說它的Sign C 是多少 第二亮文的Sign C 是多少 第二亮文的Sign C 是多少 第二問,來他賽系達多少? 不知道賽系達嗎? 2分之3,然後呢? 怎樣? 然後呢? 蛤? 3D? 還是沒有弄清楚啊 請問一下你的賽系達到底自己找到沒有 我只是我不想要翻了而已啊 你自己應該就看得到啊 才知道不行啊 再來,剛剛是誰? 誰欠我?8號嗎? 8號 來,8號,這是第幾頭文 第三兩文賽系達 3X什麼? 是不是大表值一定? 還找不到? 班長,來 請問一下這是第幾頭文 3D 對不起,那我沒有聽到 那你可不可以再大聲一點? 來,這是什麼? 第幾什麼文? 班長大聲一點? 第一個 第一個什麼? 按文,然後呢?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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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D 3D 3D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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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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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4D 4D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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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D 7D 6D 6D 7D 1D 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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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C 是很確定的話 你真正可以用 當你不是很確定這些值的時候 來真正可以用的 只有哪一個 是不是光層差 然後Sign C 大概也都可以用 因為大部分的 對不起 大部分的情況來那個Sign C 原代一代D是不OK 我剛剛一直在跟你強調這件事情知道嗎 隨著科技的進步來這個其實是大概是OK的 好 我們就先把這個講到這邊 然後我先做題目 我有還要補充的等一下再說 因為我想說講了半天你可能會不知道我們到底要講什麼 題目到底要怎麼做 題目在做的時候就是要小心一些 但是課本的題目都算是簡單 187頁 來好了 5-1 波長7500i 大家記得i是死了多少 負十 對不對 來這是Lambda 通過相距5乘10的負5公尺的雙峽縫 來所以這個指的是D 那個我先跟大家講 我們這邊有一個大家非常非常容易出錯的地方 就是單位換算 因為他的D 我們會用到三個長度 D Lambda 然後他會用我們慣用的單位 比如說距離 距離的話可能就是幾十公分L 幾十公分公尺 然後D的話可能用MM 甚至用微米 那波長又用奈米 所以大家一定要你在做的時候盡量就是換算成一字 知道嗎 但是那時候就常常有些人在數量級在轉換的時候就會出錯 我已經跟你講來你容易出錯的地方了 好來第一題 我看看有沒有同學搞清楚這在問什麼 第一輛代中線 與雙峽縫 終點的連線 和中央線夾角的正弦值 來這指的是什麼 文堅公我說有一天他全部用台語上課 然後呢你們到底聽不懂 聽不懂 聽有這麼厲害 我就說好文堅你那麼厲害 你如果說三四塔要怎麼說 有說三四塔就三四塔 我說錯 三四塔叫淨恆 有看對不對 淨恆在這裡 請問一下 來這一個 就在問OK嗎 這是第一輛代的中線 這是第一輛代的中線 跟雙峽縫的中點的連線 跟中央線 這段話的敘述漏漏等 OK嗎 指的就是這個假講 剛剛已經跟你講了 請問一下第一輛代中線 看你有沒有弄清楚 來散一下多少 直接回答答案了 我忘記你就看剛剛的東西 來請問一下散一下多少 一個 第一輛代是 第一輛代是兩個 同學散事 叫你回去研究一下 來散一下多少 前面聲音多少 1 然後再乘什麼 d分之lambda 那這裡的話 那個他的d的話是5 再乘以10的-5 來lambda7500 所以還要再乘以10的-10 單位要一次 其實這邊大家有時候還要再小心一點 其實大部分算出來散細打值應該都怎樣 是不是都很小 對不起我就不算下去了 如果你不小心算出來值很大的話 可能上面自己有算錯了 好來第2個 第2暗文跟雙小鳳終點連線 好來這就在問第2暗文的sine theta 來請問一下 剛剛才講的 忘記就看 第2暗文的sine theta是多少 2分之幾 3 這稱什麼 d分之lambda 所以剛剛第一題如果算出來就是剛剛第一題答案的2分之3倍 可以嗎 對不起 我借課本的答案一下 他第2題算出來是0.023 剛剛已經講過 這算出來0.023 如果 我不知道角度是沒有單位 這個應該是度還是弧度 這是弧度 記得這是弧度 如果人家要問你度也要會換算喔 上一節跟我一開始就講了 再來第2題 來下一頁 相距 9x10-5公尺的雙峽縫 來這指的就是他的D 把符號都寫在旁邊 可在2.5公尺外 來這就是L 如果第10條暗文 是在中央量帶 中央量帶指的就是那個0的地方 上方12公分 來第10條暗文 請問是幾個delta y的地方 不要從2分之1、2分之3、2分之5這樣開始數下去吧 我們剛剛給你的公式很簡單來就用什麼 N-什麼 4.5分之1 所以來是在多少 19 好所以這邊指的是什麼 中央量帶對不對 來這是 來這是 中央量帶 這才是中央線 來這是中央線 所以是從中央量線 往上數 來這邊12公分的話是第10暗文 所以 第10暗文 剛剛講來第10暗文 其實是在 2分之19 delta y的地方 對不對 那你說老師怎麼可以直接用delta y 因為這些看起來還蠻符合的 這個D值還有這個L值 大概就是我們一般使用的 如果是一般使用的話直接帶都OK 今天我們大概80-90的題目就是直接讓處理沒有問題 好 好所以這樣子是等於12公分0.12公尺 請同學背一下還記得嗎 請問delta y等於什麼東西 D分之 L 什麼 Lamda OK D分之Lamda 一邊寫一邊記起來了 好等於0.12 所以L的話是多少 L是2.5 我現在在跟你講怎麼處理 Lamda就是要求的 D的話就是9乘以10的-5公尺 他這題還算人詞 他就是全部都用公尺 有啦有一個公分 還好這邊就變0.12 那這樣我想可以把Lamda求出來 不過記住來這求出來都是公尺 那一般來講他會問你說他是多少奈米 或者是多少I 他自己才會再換算 請問像這樣計算有沒有問題 你會發現真的來碰到計算的話他只是 計算上面數字的 麻煩 但真正應用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來看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剛好是今天回家作業就是那個學資 我等一下會留作業 剛好是一模一樣 所以你就少掉一題了 來把波長4800i跟6000i的單色光 照在一個雙霞縫 兩霞縫 相距0.04 所以來這是D 然後霞縫跟屏幕距離來這是L 這兩個單色光 亮帶第一次重疊 第一次重疊 發生在哪裡 這是什麼意思 來請同學看一下 這就是我剛剛一開始畫的時候 那是畫給你看說像這樣子 我舉個例子 如果說來這是紅色的 那這叫中央線 所以來這就是紅色的 來這就是紅色的 可是接下來綠色的 綠色的 寬度會比較窄 比較窄 所以 我畫在下面好了 來綠色會比較窄 好這樣子 好於是我想 我想圖一畫出來就知道 他們就只有在中央亮帶是不是就重疊 之後是不是就錯開了 可是來經過一段時間 之後又會再重疊 來揪制求他們的什麼 再注重疊 揪制求這兩個Lyota外的什麼 是不是最小公費數 還知道OK嗎 好所以 我們就要去找兩個的Delta Y 兩個Delta Y 好 那所以這邊 計算上面應該還好 Delta Y1 來低分只有Lambda D的話是0.04 來這邊是公分 因為那題目都是公分 所以我這邊用公分算給大家看 把公式寫在旁邊好了 來這邊是0.04 L的話是100公分 Lambda 4800 來對不起 4800本來變公尺要乘以10的-10 來變公分還要乘以10的多少 -8 -8 好 這邊 來這邊算完 這邊算完 對不起 我就直接用答案來他是0.12公分 好 如果你這個反應比較快的同學就知道Delta Y2不用再算 因為來他是6000i 老師剛剛才示範給你看 波長從4800變成6000i 其他沒有變來對不起Delta Y會變幾倍 來這樣波長是幾倍 48006000來這波長是幾倍 是不是4分之5 所以來Delta Y也會變多少 4分之5 來所以Delta Y2來就是等於4分之5乘以Delta Y1 所以來他是0.15公分 好我想這兩個算出來如果那個反應快也是一樣就立刻發現來所以他會在哪邊同點 一個0.12一個0.15會在哪邊同點 兩個最小公分數不知道嗎 1215來多少 是不是0.6 好我來問一下喔 0.6是4800i這邊的第幾 亮彈 哈囉 第幾亮彈 來0.12 我問一下0.6是4800i的第幾亮彈 幾倍才反應不出來啊 來多少 那請問一下這個6 這個多少第幾亮彈 是不是 好 我可以畫給你看看一下 就是像這樣 來這邊是0 對不對 好以0.12那個來講 第1亮彈在0.12 第2這是第1亮彈這是中央 好第2亮彈在0.24 第3亮彈在0.36 這樣子懂嗎 來第4亮彈在0.48 第5亮彈在0.60公分的位置 OK 好 那那個 那個0.15公分的這邊來第1亮彈來第1亮彈在0.15 中央亮彈也是在這邊 第2亮彈2倍0.3 第3亮彈在0.45 對不對 第4亮彈就來到這邊 0.60 第4亮彈 請問要是到那邊重疊 來這裡有沒有問題 好 那課本的內容先到這邊 我先留作業 對不起 今天請你回去一定要做 我留6題可是我等一下會 我現在已經講一題剩下5題 然後還有等一下還會再講一題 好 5之2夜 然後5 6跳過去然後7 8 好那我現在還要再回頭 再補充一個東西 這樣還在這邊還在乾澀 明天才會進繞色 好了嗎 好我們還要再補充一些什麼現象 其實不是補充而是說明 因為剛剛那個書班友的同學就問我 他說老師一開始在講乾澀的時候來我問你說 我們我們在透過很多現象可以看到彩色 譬如說你在鄰近裡面可以看到彩色 然後彩虹也有彩色 薄膜 薄膜也有彩色 就是那個油漬的彩色 還有泡泡的彩色 問題是 我們現在當然大家就背起來了 問題是請問一下 你看到彩色就可以知道來他是 因為是折射的關係 色散的關係 還是因為是乾澀關係 譬如說彩虹 來彩虹的彩色 你知道他是色散嗎 那為什麼知道他是色散 你看到他就知道他是色散嗎 林靜 林靜之後變成這個彩色來請問一下你知道他是因為色散還是因為乾澀 我說我們當然現在都已經知道是色散了 請問一下你為什麼會知道 還有油漬的彩色 還有光碟的彩色 我們講過這是因為乾澀對不對 那為什麼 我跟你講 這當然不是理所當然 如果是理所當然 請問一下牛頓他們還要做什麼 惠根士他要做什麼 對不對 他們就是要去研究這個彩色到底是因為什麼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零件的彩色是因為光進到玻璃裡面 不同顏色的光 請問一下他們的速率與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折射率是不是也不同 那所以他們就翻開了 這叫色散 然後那個彩虹是因為光到水珠裡面是不是也是折射 那也色散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來講 到底為什麼我們講的油漬 彩色 光碟的彩色 這些為什麼是乾澀 其實他所有的現象都跟雙峽鳳這邊原理一模一樣 大家如果回頭來想一想 這個雙峽鳳為什麼最後會變彩色當然是因為是白光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在討論白光之前是因為不同的色光 不同的色光 它的Delta Y不一樣 那可是要造成像這樣子的調穩之後 我們可以知道是因為有兩道光 然後這兩道光有光層差 光層差如果是這樣把等數倍的時候來就是亮的 如果是2分之大把的基數倍就是暗的 好來等一下注意 這個光層差就是這樣兩道光的光層差 所以你如果製造所謂的災設的現象要有兩道光以上 對不對 來請問一下光層差是很大還是很小 這個值 很大很大這樣東西來請問一下光層差很大很小 很小 很小 所以我們現在的問題來就在這邊 第8點 哪一些東西可以製造 光層差 層差 很小 為什麼很小 因為基本上它就是LAMDA的一個倍數 很小的 兩個同調光 現在在做的是不是通通都已經考過了 今天的幾個光層都考過了 考件都考了嗎 好 如何製造光層差很小的兩個同調光 這個問題不是太難的 問題你不要把它想得複雜了 最簡單最簡單就是我們講了 講了四五節課講了從上禮拜講到現在的雙峽峰 了解意思嗎 那其實後面的東西就是在模仿它 雙峽峰就是利用惠根絲原理 然後製造兩道光 來兩道光 這兩道光來到屏幕的匯聚的時候 他們的光層差因為他們兩個靠得很近 因為這峽峰靠得很近 峽峰靠很近所以這兩道光的光層差非常的小 如果小到是大概是LAMDA的幾倍的時候 來我們說他就可以看到所謂的乾色條 所以我如果有辦法產生像這樣兩道光 霞峰只是一個最基本的製造方式 接下來我們要跟大家講還有什麼製造方式 你可以看你的那個學資 第三題嗎 光碟那是不是第三題 你們知道嗎我們的光碟是怎樣子 把資訊讀進去 就是他是把資訊弄進去然後之後又怎麼讀資訊的嗎 就是需要雷射光對不對 那其實他那個資訊在那裡面 他是利用 磕的就是那個有凹槽 凹槽 就是凸凹凸凹凸凹 好 他當然裡面複雜很多啦 我現在是講的比較簡單一點點 所以他在他設計上凸凹凸凹的時候 他用雷射光去讀那個資訊 好來這個就有點像這樣 所以在這邊是有點像光碟的這個凹槽是這樣子 有些地方設計是 或者是凸凸這樣子 來凸凸 有的可能是凹凹這樣子 不一定 就看你的資訊 好 那這邊 我們在讀資訊的時候 這個凹槽 的深度等一下讓你知道一下是怎樣 如果我今天有一道光進來 有一道雷射光進來 對不對 好 於是他在這邊反射 好這是A 那另外有一道B也是在這邊進來 然後他就在這邊反射 好來 於是我在 如果我的接收器在這邊 就讀到AB這個反射光 可是大家很明顯可以看到 請問一下AB這樣子 兩個走的路一模一樣 我們現在就不討論這個太複雜 有寫寫的 我們就比較簡單 就算畫十幾個資訊 來就請你告訴A跟B有沒有光跟他 A上走下去回來 B上走下去回來 A跟B有沒有光跟上 沒有 沒有光跟上所以他們是 乾涉還是破壞性乾涉 建設性 就會是這樣的 那你說 那怎麼樣製造 那個破壞性 那就是說 如果有一道光 來這是C 他碰到是凹槽 反射 另外有一道光是珠 反射回來 這是珠 對不起 那我如果在這邊收到C珠的反射光 我從發射到回來 發射到回來 來C比珠 是不是多走一些路 多走路就是這個凹槽的距離 如果叫做X 來對不起多走路就是多少 2X 2X就是C珠的光層差 來 C珠的光層差 欸對不起 我這是CD 這是C珠 這是光疊 可能剛好是不是 來現在在講的是光疊片 好來C珠光層 這兩道光的光層差 來就是 2X 那我如果希望它是破壞性干涉的話 這個就必須是N-1Lambda 就是1Lambda的激素倍 然後這樣的話它就是破壞性干涉 這樣你就可以去判斷說我的X要設計是多少 這他剛剛 剛剛那個 來所以同學看看一下 對不起 這個X就會等於 N-1 的 再乘以1Lambda 所以來你現在可以猜出來 這個厚度應該是很 很厚還是很薄 就這個凹槽 是不是很薄 它也是一個Lambda的一個倍數 是不是 就跟Lambda 所以有些同學說老師我看不到你講的光疊片上面會嗷嗷嗷 當然看不到 他那個大概是在幾百nm的那個範圍嘛對不對 那幾百nm對我們來講我們看不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第3還是第4的組 有同學看到嗎 第3的 他就考非常非常簡單 他是在考你這樣的概念 所以這個是 跟你講來我利用這樣的話也可以製造 那之後就只要去討那個光層差 如果是紅光的 那跟綠光就不一樣 所以你如果用白光去照射的時候 因為紅光綠光藍光的光層差不一樣 所以他們造成的那個 那個 條紋的間距也不一樣 所以一樣會變成彩色 好 所以類似的現象來用在哪裡 類似的現象 就是用在 那個 薄膜 油漬 油漬那種薄膜 泡泡也是薄膜 知道嗎 來就是油漬薄膜這種東西 有沒有發現他正常的沒有像剛剛那樣子 這個薄膜是像這樣 那個我們這邊沒有要討論他的數學定量的細節 我只是在跟你講這種現象 他可以跟雙霞凤一樣 製造兩道光層差很小的 那個銅調光 所以他們可以產生一樣產生乾色的現象 對不起借我幾分鐘把他講完 好所以來這邊 當你這樣入射 當你入射的時候來 同學應該知道當我今天來到一個薄膜的時候來到一個界面來會產生反射還有什麼 折射 所以來於是他就會可能會有反射 可是會有另外一道就折是不是折進去 好 我這畫得太寬了 折進去之後來到第二個界面也會再折再反 當第二道光 我剛剛這畫得太遠了 當第二道光反射之後 於是再上來 第一道光是在第一個界面反射 第二道光是在第二個界面反射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第一道第二道走的光層差是不是就這一段 所以如果薄膜夠小 這就是它的光層差對不對 如果薄膜夠小 那這樣的話也可以製造兩道 靠得很近的 光層差很小的銅調光 這個 不過這邊因為是會牽涉到是在薄膜裡面的路程比較複雜 我們就不知道再講了 但是最主要是這個要薄 來這個一定要薄 這樣的話它的光層差才會小 好 好 第四個 就是老師上次上課有講 你們今天考試有考到的 是什麼 有人知道嗎 什麼可以製造兩道 有人有想嗎 今天考試有考的 是不是把我透鏡 是不是兩個半透鏡 但是兩個半透鏡要分得很開還是要分得很近 哈囉 記得嗎 忘記了 我們不是說有一個光源 來如果經過兩個透鏡 來把透鏡把它切開 記不記得 請問我行程幾個下 是不是兩個下 我上次是不是有補充過這個 好 來這時候你如果形成兩個下 來 那這兩個下請問要這個跟 你如果不要管這邊 你不要管這邊 請問要這兩個是不是跟雙翹鳳產生的光源 一模一樣 雙翹鳳也是產生兩個星光源 來這也是產生兩個星光源 這產生的方式 所以來這叫做兩個 兩個半透鏡 對不起 借我兩分鐘 我把它講完一下 最後一個 好 這些就是在告訴你透過這些方式可以製造 兩道靠得很近的 銅料光 好 那最後這個要補充是 其實剛剛做實驗的時候跟大家講的 請問一下 來 翹鳳如果轉了一個角度 來大家看到Delta Y變大還是變小 大家剛剛已經發現來他是變大 那這個真的要推導有一點 小麻煩 我沒有要推導我用另外一個方式跟大家提一下 那你如果對他數學推導有興趣來找我 那個是超出範圍 但是因為我們常常會看到這現象 好我講一下 你看看 如果今天是這樣子 光這樣子 好於是是不是就造成掉台灣沒問題 好 那我剛剛講他轉 轉的話意思是說就是轉成這樣子 來就是這邊 這邊大概轉了一個歪角 好我現在就來討論一個 最極限的情況 轉了90度 對不起我把它轉了90度 同學告訴我 轉了90度這邊還有沒有所謂Delta Y 大家看 請問一下這樣子有嗎 這邊可以轉成這樣來嗎 有帶短的我們就錄牌有沒有 沒有嘛 就直接倒車過去對不對 好 所以我現在就告訴大家說有一點像 因為我今天沒有辦法推導但是有一點像 有一點像說 我剛在這邊的時候我把這個D 本來這是D 來這距離是D 那我現在就是把這個D 分解成這樣子 一個真光 來對不起來光這樣子 來就是來這個就是跟光垂直的 這個是跟光平行的來請問一下哪一個才是有用的 垂直的部位有用還是金錢有用 垂直 這是什麼謊 所以來這個如果叫做D' 來新的這個叫D' 請問一下很明顯的你可以看到D'變大還是變小 比原來的D怎樣 小嗎 是不是比原來D小 D小標塔位就是怎樣 上 而且來有沒有同學已經發現了來請問D'和D的關係 還是差什麼 上還是口善 看清楚一下 來請問一下是上還是口善 是不是口善 上還是口善 哈囉來看一下來我們剛剛轉的這樣子來這個是Phi 這個是D這個是D' 所以是什麼 是不是口善 因為這個是不是也是Phi 好所以 這個 我是把它叫做有效的 D' 這是一種折衷的方式 就是我們沒有推導但是老師用了另外一個方式跟你講 好有效D' 其實是Dcos Phi 好變小 所以 他的DeltaY' 就會等於 來Delta 這樣寫一下 因為一般來講DeltaY跟D層反比 所以DeltaY' 就會等於 好第二個是左頁給你拆 這是剛剛示範實驗給大家看到的 那我現在要給你拆的是這樣子 狹鳳不轉 狹鳳不轉 如果光變成這樣子轉 來對不起 來光如果這樣轉 請問一下來DeltaY會變大 這是光轉 轉的話 DeltaY會變大還是變小 還是不變 好我們下課 回家做要記得做喔 明天就要討論喔 不要告訴我是下禮拜四